上海十张周上周五是落下了帷幕 但是各种精彩仍在继续 除了名声在外的设计师呢 这次还有不少新人的作品 是的千万不要看他们是新人 但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但这次十张周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天王嫂 哎呀当年的小天王现在也是天王 那就是昆林 你说昆林刚刚生完孩子 然后就瘦得特别快 让女孩子特别羡慕 而且又这么拼飞来上海来参观十张周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胆的设计清新的风格 乍一看还真猜不出是哪位大师之作 不过这幕后的设计师挖出来 还真要吓你一跳 刚才呢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说其实我身后 有两个很娇小的身影 就是这场秀的设计师 两个姐妹花 就在这里打扰他们一下 哈喽两位 你们好 你们是设计师对不对 我们这次去旅行的时候 去了纽约的大都会服务馆 然后就看到一些 非常棒的艺术品还有文物 然后就希望把这个元素 结合在我们这一地的设计里面 印花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还特别去定做的这种 有织纹的提花布 把它印在上面就更有效果 大学时期就被称为特工队的二人组 虽顶着90后的年轻头衔 但这创意可一点不输给前辈们 将博物馆里的复杂雕刻 刻归到紧缎织旧的成衣上 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绝对是一次充满奇幻色彩的 华丽探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简单却不是华丽的设计 可是连天王小昆凌都爱不释手呢 不过小编猜测 吸引昆凌来上海时装周的 一定不止大人的衣服那么简单 众所周知 我们的小啾啾都已经过百天了 各种童装不是要准备起来了 如果您以为这只是一帮调皮的熊孩子 那就大错特错了 穿上五颜六色的花衣服 专业亮相 可是说来就来 围巾 眼镜和手套 大人们讲究的装饰品 小大人们也是演绎的有模有样 谁说给小朋友打扮很麻烦 设计师告诉你 其实so easy 那其实我在搭配衣服方面呢 主要注意颜色的搭配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我觉得小孩子 其实天生真的是很童俊很天真 他穿什么衣服都可以驾驭 但是我们品牌会比较在乎于 就是说要你像孩子一样 所以呢会就是说还是很colorful 然后在颜色的碰撞上也会比较 就是更多的去把握 少许的色彩碰撞 为加简单的搭配饰品 宝宝就可以立马大变身 不知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是否心动了呢 不知不知发音乐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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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言